FB 好同学我们现在这个Om它是等于2分之-1-3i 那么 x平方 加上x 加上1 等于0 他的这个x的-0 是 乖b 加 -0 fabulous b平方 减掉 4ac 这是公式结 那因为现在这个系数 abc通通都是1 通通都是1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x 它实际上就是 2分之负1 加减 1-4 就是负3 那你这个式子 再下去把它化减一下 这个x 它就等于2分之负1 加减 根号3i 加减根号3i 那因为这个omega呢 它是2分之负1 减根号3i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omega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 s平方 加上s 加上1 等于0 它的一个根 其中的一个根 那另外一个根呢 就是习体里面那个 加的 2分之负1 加根号3i 那所以既然它是它的一个根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得到呢 omega平方 加上omega加上1 它就等于0 它就等于0 那现在呢 题目叫我们求omega的平方 那你就把这个 移向一下 所以omega平方呢 它就等于负的 omega减掉1 那因此呢 负omega 我写这个是omega 那负omega的话呢 它就加一个负号 它就变成呢 这个通通变正的 变成1 加 根号3i 上面这个取负号以后 通通变正的 取负号通通变正 然后呢 你再给它减一个1 减一个1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它就变成 二分之 这个 二分之一减掉 这个1 就是负二分之一 然后再加上这个 根号3i 再加上这个根号3i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omega平方 平方之后 这个omega你给它平方以后 它实际上就是把上面这个 负的 中间这个减的变加的 好 就中间这个减的变成加的 好 这个就是omega平方 omega平方 那所以呢 它实际上 跟它另外一个根 它形成什么 也是形成共二负数 也是形成共二负数 好